其實我們覺得有一個人也是很離譜的 這個叫做梁卓偉 他有一個報導說 關於通關的問題 他說 香港 要反思在這個國家大局的角色 幫不了大陸也不要添煩添亂 你們香港 將病毒傳到深圳 上海 搞到現在全中國大爆發 你們是有責任的 要負責的 我覺得 責任的確在我方 在我們香港 所以 我們香港 真的要將這些港大醫學院 中大醫學院 所有醫學院 所有的政府官員 醫學官員 跟醫生有關的全部交出來 網友說要斬頭 我最好就是活摘器官 將他們的器官都拿出來 給領導人換 至少江澤民可以換六個神 肺也換了 長命百歲 這個神是梁卓偉的 那個肺是陳肇始的 其實這群人真的很蠢 這群人經常以為 香港和國家是兩件事來的 只是 我努力國家的所有的部分就等於努力大陸 大陸的官場不是這樣運作的 他們完全在 做一些很白癡的事 他們在以為出賣香港人 就可以令到自己也好 你也是香港的部分來的 第二 要追究起來不是追究你們的官 難道要追究香港人嗎 內地不是這樣的 內地一定是地方政府盡量隱瞞 完全那個所謂醫療醫生的道德 以前做醫生有一定的 有醫德的 我告訴你這件事 老實說當日武漢爆發的時候 我們香港有幾個人上去的 包括袁國勇 還有姓管的 管沒有 兩個單名的管什麼 實際香港 而且香港的實驗室 和武漢的實驗室 大家是 有掛勾的 有掛勾的 所以 這件事 完全這群人犯了國際法 因為國際法規定 有發生的事 24小時要通暴給全世界聽 現在搞出那麼大禍 全世界死了那麼多人 你說誰負責 這群人 他們又負責 現在又負責 他們又負責 這個原罪就是他們 我告訴你 這群人全部有問題 包括那個姓陳那個 那個女人 陳少子 不是不是陳少子 那個 陳世衛主席 是當世衛主席的嘛 你這樣的人你沒理由不知道 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 因為有甚麼事都會傾斜你的 香港這方面的 還有大家回憶一下 當時世衛出來隱瞞 信了大陸說可防可控 台灣已經警告過了 這個病毒會人傳人的 警告了 世衛出來闢謠 說沒有這樣的事 可防可控 不會人傳人 然後就大爆發了 根本就是這群傻子 有心去隱瞞 幫大陸隱瞞 將來他們全部都是靈遲的 神鳳父真 世衛的譚德塞 當日 最早知道是香港 台灣人 因為他們有朋友有親戚在裡面 武漢那些都被爆發了 台灣就立即通知 余茂春他們 余茂春立即警告特朗普 特朗普立即取消了飛機 但裡面有很多反對 當時美國那些 馬上出來狄懦罵 佩洛純關注 鬼使中國不是病毒 我們特意去壯人家吃麵 然後 台灣那個人通知美國 自己現在也是管在最緊 你看看所有台灣 St 是不是在全世界上管得最緊 因為它有一個組織 香港那些人不出來 他也承諾過西方的醫療道德 這邊又要擦共產黨的鞋子 他不出聲 拖拖拉拉整件事 香港應該做什麼呢? 他們回到來 起碼安排好香港這方面應該 你有什麼醫療準備 什麼隔離 什麼應該做的事情 你應該以部署後來到現在 全部都是被動的 發生一件事做一件事 發生一件事做一件事 這麼多人病 床位都不夠的 要放人家在露天那裏 這班人我告訴你 所以我真的很失望 你一個大男人 這個是你的行業 你怎麼可以不敢做呢? 老老實說 我有時對中國人都有點異見 台灣人 報告了之後 自己做了 等於自己 國家自掃門自書 我們好得了 外面就說了 但是他也是老老實說 也有這些事情的 都不敢公開 怕得罪中共 你明白嗎? 他是內部台灣都做好了 台灣都做好了 但是也是在國際 不知道一個人要從全世界負責的 不是只是對你本地 對你家庭負責 要全世界負責 我老老實說 包括我自己 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 是缺乏了這個世界的責任 有時太自私了 而且他們怕得罪大陸 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蔡英文政府也很怕得罪大陸 什麼都不敢得罪大陸 香港不是說怕得罪大陸 只是覺得我把我擦小鎮都覺得虧了 什麼都要擦鞋 什麼都要看著大陸 3萬一元請醫護 現在上面有指引 盡量沒有什麼都要叫他 安排給他做 請一群醫護回來 是閒人來的 什麼都香港都做了 最好大陸醫護 總之不要安排給他做 除非真的不夠人 叫他幫忙 那你請來幹什麼 3萬1元 大陸人告訴你 現在大陸的薪金跌得很厲害 我們收到消息 以前一個標準的先生在深圳 平均賺二十幾至三十萬一年 即是兩萬至兩萬五元一個月 現在減少所有績效 獎金 勤工 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一個月一年的人工只剩下五至七萬 只有幾千元一個月 減到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接下來深圳一定崩潰 一定崩潰 現在公務員 教師是第一批減的 之後公務員 除了警察之外 我想是所有人都會減薪的 警察要維穩嘛 現在大陸的財政受不了 還有啊 任何人不可以對唱傳媒 也不可以說 誰說的話就拘捕誰 都下了命令 所以不會有任何書面的證據出來 我也問過 他說不可以了 我們誰拿一張紙出來也不准 這樣啊 他說去年已經扣了所有的績效 今年就整個底薪都減了 大家老實說 現在中共這樣的政策 落到這個下場 是抵死 抵死有餘 不只是我們攬炒他 根本就是自己攬炒自己 搞到整個禍曬 國內經濟全部搞禍曬 我曾經計算過 每天都說30年嘛 第一個30年是毛澤東 第二個30年是改革開放 算是不錯了 習近平開始就是第三個30年了 短短短9年而已 已經搞成這樣了 真的搞成這樣 真是搞成這樣 真的搞到你沒辦法想像 其實頭幾年都沒有那麼大破壞力的 第二屆才顯露所有權力 開始拿到權力嘛 所以你想想這次 我一直很留意國際事情的 你知道我最留意這件事 因為我比較長項 你叫我飛來飛去 這件事我告訴你 現在美國 所有美國政界和經濟 所有搞企業方面 已經拿中共 在中共的投資和在俄羅斯的投資 完全是一致化 一致化 無法無法無法 這幾天是外資流出去的錢 令人害怕 他覺得這些是一樣的 以前都不覺得一樣 現在已經覺得一樣 而且已經是不怕了 國際就算了 所以俄羅斯他們走的時候 什麼都不拿 同樣的心理 大陸都有機會是這樣的 最厲害的就是剛剛有一篇文章 叫做BlackRock的Founder BlackRock的Founder 這個人管多少 十萬億美金的投資 黑石基金 黑石基金 有兩個 一個叫Blackstone 一個叫BlackRock 我叫BlackRock BlackRock只是內 BlackRock的Founder 他就是管基金的 管自己的基金 十萬億 十個出來的美金 他就說了 他現在拿他們兩個 變成一體了 他說沒有什麼全球化的 只要放在一邊 你危害我們的安全 你現在俄羅斯和中國 想起來和一齊危害的 很多錢都沒得商量 他那些是怎樣的呢 我告訴你 他原本 那些人不敢離開大陸的投資 為什麼呢 我離開 別人虧了又去 那我就變成壞了 我的基金就變成壞了 但是如果一齊齊走呢 就沒有所謂了 因為他不會失敗 我們回到香港 其實香港也有一個情況 就是港姦 港姦那種 怕吃虧 以往的港姦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還有一些人有良心 但是 當他們看到其他人都沒有良心 還會更加上位的時候 就鬥沒有良心了 好像是梁卓偉 你有沒有發現 那些港姦越來越沒有良心 他們的底線 不是全部看大陸 他們的線是在大陸的 總之他覺得任何事情可以拆到大陸的鞋 他就做 他就說 剛才我們罵了屈詠言 不斷在那裡 總之討好大陸 說任何事情討好大陸 你應該是死了老爸那個 死了老爸那個 那這裡的梁卓偉更加含價值 大家 難得Live的節目 你真是欣賞的節目內容 不要只顧著研究咪高峰 我看到太多人 太過怪人研究咪高峰的聲音 如果真的完全聽不到 我都覺得應該沒有人聽不到 有些五無尊 經常都說你咪高峰的 我那邊也是 經常說你咪高峰的 那讓你折來折去 分散你的主力 我其實不覺得有問題 我們已經調了距離 所以我們不再理會這個問題 有些人跟著我走 經常都是這樣的 有三四個人都說你咪高峰不行 那我就真的害怕了 我去弄吧 那你就分散你的主力 你在說那樣東西 你就斷了 沒錯 其實聽到的 每個人都聽到 不要理會 當五無 其實現在 我們香港真的越來越多 那些叫做 港姦 毫不猶豫出賣香港 就像那些外資一樣 如果我不出賣 其他人出賣了我那一份 我就很吃虧 我就不能上位了 虧了 每個人都爭著 所有人在大陸裏面都是這樣的 有機會 他就要在上面看著他 他就要做出賣的事情 越出賣越好 注意力上面 就要看著你 就升你了 即是像戰狼 一個人出來說 你很混淆的事 上面上色 要給他中戰狼 原來每個人都像志立堅一樣 一個要衰過一個 這個就是共產黨整個系統 就是這樣 誰效忠的意思 我就是做得中絕 那我就有升級 這個權就是從那裡來的 即是那些 積極分子 越來越積極 你愛國人 我比你更加愛 你怎麼愛法 我可以付出什麼代價都可以 文化大革命那些 全部都是這樣的 逼死幾個人 我救了 我對黨效忠 對我上面的共產黨效忠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所以我一出來說 你誤滅了這個黨 根本就沒有前途 這個沒有辦法 他這個系統 我剛才說 九千五百萬個黨員 你們不要只看九千五百萬個數字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那些小孩在幼稚園的時候 他已經栽培你了 又挑選你 然後入了小學 就是紅領根 小仙隊 一直上來 他根本 那裡說幾多人 九千五百萬是那些現任 然後他在栽培那些可能有一兩億的 那些我們叫做供應鏈 共產黨員的供應鏈 這是不得了 所以外國人不知道 華盛頓反共那些 最多拿出來就是一千人 就是一千人 你明白嗎 然後那些一千人 走了就沒有了 他這個大陸 九千五百萬人 後面還有兩億的供應鏈 所以他們不知道 他們以為改革開放什麼之後 我們今天去到大陸 碰到那些人 就不是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很低調 在後面 就是我們碰不到 我們外傷 那些人碰不到 但是他們實在是殺權 剛才你這麼說 那些人怎麼升上去 就是拼命去做出位 那些人 這個系統 以前耿爽 做這個發言人 後來嚇到那個 說他得很激 就聖了上來 肯住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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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夠激 可能你是反的 你一定有反意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系統 你一定要明白這個系統 為什麼我一上場 我會說滅共 因為他這個系統 你滅了他 你永遠搞不定 就算你今天 拿走了九千五百萬個黨員 你以為解決問題 一點也解決不了 立即有一代新人 還要擁有他 立即上來 而且還要領功 而且還要生血 我們滅共 其實要破壞他這個系統 你直接消滅這個系統 破壞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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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為我夠膽 因為我看到他整個供應鏈 這是一個系統來的 很厲害的 所以你不搞不定 還有 將來比如中國經濟不好 他那些人不會餓的 你那些老百姓 你那些老百姓 你養著他 他就養著他 他就更威風 權力更大 你不要以為大陸經濟不好 他那些人失勢 一點也不失勢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討論吧 好